我們斜虛罵總統 我們希望他可以真的落實他的承諾 跟基層的消防員站在一起 也許是副總統吳敦義或者是行政院長毛治國會來到現場 我們也希望這些高官不要只是悼念而已 你悼念了回去然後呢 真的還要在基層還要在火場裡面打火的是這些基層消防員 你可以看著家屬的眼睛去慰問他們 你們可能都換不回他們的小孩 那現在這些還在線上的兄弟呢 我們這些高官準備怎麼樣面對我們 這也是我們今天想要問的 全台灣消防員很多人都覺得 其實壓垮他們的可能不是裝備 可能不是人力 台灣的消防員 在他的上班時間裡面至少三分之一 都在做所謂的文書行政工作 還有衛民服務 這些龐雜的情業務沒有專業分工 而且全部落在消防員的身上 導致他們沒有時間訓練 壓縮訓練 訓練還要排班去 這種荒謬的事情 其實也只有在台灣才看得到 我們歇訓書長已經等了他兩年了 書長要求說消防員出勤要60秒到90秒出勤 可是我們不管是去內政部前面也好 像今天這樣等 我們等了他兩年了 他還不願意走出來面對我們 那我就不曉得 你要求消防員要快 要做好任務 但是你作為一個消防員最高的機關的首長 你有真的履行好你的職責嗎 你有帶頭要保衛你底下的 為你賣命的所有的基層消防員嗎 你們是只會說我聽到了呢 還有咧 那你們做了什麼事情 齁 很諷刺的 昨天 原本在8178之後已經要動用 第二預備金的1.2億的經費 是要買給全台灣消防員的救命裝備 這個是非常非常急迫需要的 我們的人命沒有辦法再等下去 但是 又被跳票 直到什麼時候 昨天 昨天才又通知說 好這筆經費 應該會成立了 應該已經通過預算了 我不知道到底上面的長官 到底還要用多少條人命 才會叫醒他們 對 一致開始 全體體會人員請起立 代表的幸福號 抬起公 再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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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败安珠 班正包扬令 献花 各位消防伙伴 大家一宵的打火兄弟 各界的代表 大家早安 今天我们以非常 沉痛 哀伤 不舍的心情 来举行 今天的追思会 今年的1月20号 发生在新屋保龄修馆 那一场罗警 让我们失去了六位 年轻 勇敢 热情 的消防英雄 他们为了保护家园 为了救灾救人 奋不顾身 执行任务 英勇殉职 这样的表现 让我们感动 不舍 与伤痛 陈凤翔 蔡长龙 陈叶明 曾崇仁 谢君杰 张贵章 这六位勇士的名字 会活在我们的心中 也会写在历史上 你们都是伟大的消防英雄 把救灾 把救难 当作一生的自业 把保护家园 保护人民 当作是最重要的任务 这是台湾社会 最珍贵的资产 也是我们心中 最不舍的地方 我们要以这六位 把生命的光与热 来照亮我们的家园 年轻勇敢的救灾英雄 为荣 当天我也看到了 其他的消防弟兄 含着眼泪 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 完成任务 在场所有的民众 呼不动容 这一刻 我都永远不会忘记 在这里要代表 六位打火英雄 感谢大家对 所有消防工作的支持 也谢谢 各界的捐款 我们将如实地 转达到家属的手上 我们要特别感谢 所有家属的大爱 我相信 他们承担了最多的创伤 我也相信 我们社会对他们有最深的感谢 我要要求我们的桃园市消防局 要做家属后续的最好的生活上的安排跟照顾 为了土地 为了人民 为了家园 能够奋不顾身 能够舍己救人 这样的传统 但是 英勇是消防队员的本色 牺牲却不是他们的任务 我们希望支持消防 改革消防 能够在人员上 给我们的消防队员更多的力量 让我们的基层消防队员 能够正常执行 正常工作 也能够让我们的新进人员 经过充分的训练之后 才能够上火场 执行任务 所以我也要求我们的消防局 未来所有的新进人员 都必须要再经过六个月的训练 跟资深队员 一同 来学习了解火场 学习执行任务 我们也希望 给我们消防队员 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力量 包括人员的装备 包括器材 包括设施 都能够改善 让我们 所有的消防队员 可以在 充分的装备支持底下 来执行火场的任务 我们也要特别谢谢 行政院跟立法院 对于 消防设备的增购 那么已经做了紧急采购 我们将会依次来执行 我们也希望让我们所有消防队员 可以安心工作 除了超勤的津贴之外 能够兴建 警销的职务宿舍 特别是许多来自中南部的乡亲 他们的孩子 在桃园工作 在这里生活 在这里奉献 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个最好的执行环境 六位消防英雄 打火兄弟 谢谢你们 感恩你们 没有你们的牺牲 我相信 台湾社会 不会看到 消防改革的 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乌神 让我们的家园 更平安 让我们的台湾 更安全 再一次的谢谢 我们这六位 永远写在我们心目中 永远留在这块土地上 六位年轻 勇敢 热情的消防英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